大家好,很高興甜藝食品在我們新的產品開發上 最近開發了一支新的商品 這個新的商品我覺得這段時間才剛開始要在台灣去做一個流行而已 很高興今天還是請到我們江老師來跟我們去做一個講解 請教一下我們江老師,我們今天要跟我們甜藝的客戶推薦哪一支商品呢? 就是我們的黃金米樂狗 為什麼會把它取名叫做所謂的黃金米樂狗粉呢? 會叫米樂狗是因為我們在配方當中添加我們台灣的紅藍米粉 我們是想要推動我們台灣在地的食材 而且我們甜藝航我覺得我們還蠻棒的一點就是說 因為以食品的一個標示上,我們都會依照法規上面去做一個主食的標示 那這個黃金米熱狗呢?我們會依照它整個一個 它配方當中的一個百分比去反對回去就是說我們米的一個添加量 那這個一個米的一個添加量呢?也不是說我們隨便算算的 必須依照法規的一個規定 除了添加這個米在我們這個配方當中去增加它特殊的口感之外 在我們整個一個產品上面去做操作上呢? 它跟傳統的直接用化打粉去做的呢?有沒有什麼比較大的一個差異呢? 它的操作上因為它發酵 它會...面糊發酵的組織的氣管會比較大 但是你在沾骨的時候它是比較好操作 然後捲起來的你熱狗跟面糊下去做捲的動作的時候 它其實還蠻好斷的 跟面糊...面糊跟熱狗組織還蠻好斷的 金老師跟我們介紹一下說它的內在的一個用法 它現在是怎麼去做一個呈現呢? 嗯...這邊它是會...就是... 以德式香腸為主 然後變化的部分其實有很多種 那就是比較流行就是會... 德式香腸再搭配的落塊 然後去做一個呈現 然後你如果想要有一個... 章魚的造型變化你可以在尾端的部分 去把它做剪開的動作 也有主打說想要是素食的米樂狗 素食米樂狗的部分就是會有人是呈現是整個都是用乳酪塊 裡面的食材上變化其實還可以變化成... 呃...如果你沒有想要用乳酪塊 你可以把它替換成麻糬塊或是年糕 然後再來就是...也可以用那種實體的紅豆泥 去包覆你的麻糬 就是有點像紅豆麻糬的這種感覺 然後再下去做一點這樣 我想它有各種不同呈現的一個層次在裡面 但除了東西好吃之外 目前它一個最大的一個噱頭就是說 就是目前這個造型是最流行的對不對 它油炸完的時候 它在吃所呈現的一個感覺到底是怎麼樣呢? 呃...它就是油炸完之後我們咬下第一口 有那種拉吃的感覺 哦...好像就是說你可以拉的特別特別的長 那這個動作呢 等一下看我們的影片呢 我們製作上呢都會有帶得到的 那你這樣子去做一個對比呢 就可以很清楚就是說 每一種內在的一個食材 那看你怎麼去做一個變化了 那我想這一個呢是還蠻特別的一個方式 好像這個商品呢取決於在... 就我們的看法啦 四個很重要的一個主軸 那當然 第一個是我們內在熱狗 跟它整個一個主體性的一個呈現 第二個當然是它裹的一個麵漿 可是好像就是說 它沾完這個麵漿之後 嗯...它裹的一個配料是很特別的 那目前這個配料大概都是怎麼做呢? 嗯...如果說你外在的食材的話 就是我們以熱狗下去沾骨啊 我們發射好的麵糊之後 就是會再去沾取這些像麵包粉啊 或者是細砂糖這一類的 那這邊就是為各位測試的是 將白色麵包穴跟橘色麵包穴 還有細顆粒的砂糖去做一個混合的動作 但它細砂糖在油炸的過程中 它粉會融化 它還會有一點 你吃得到那種細砂糖的顆粒感 哦...嗯...對 那另外的呢? 另外就是可能 因應就是有一些消費者 呃...或是一些廠商 他們想要推動他們自家的產品 或是在地的食材的話 像這些甘骨類啊 或是藝人粒、白米片 或是大小麥片、超米片這些 都可以融入搭配做沾骨的動作 剛剛我們江老師有特別提到 第三個就是外層 外層的包裹性 那目前呢 以這個呈現的感覺 是最多人在做一個實用上的測試 從這個延伸出來 有人會類似把 科學麵或者王子麵把它壓碎完之後 也會形成 外殼有點脆脆的這種感覺 那我們甚至還有客戶在發想 我要用所謂的一個花生粉 那花生粉可能一樣 單沾花生粉可能沒什麼甜度 一樣再拌一點小糖顆粒的話 這樣沾起來 就是它的外層第三層 所以說整個完了之後 它還可以怎麼去做變化呢? 可以去擠上醬類 像蕃茄醬啊 或是黃芥末醬 然後想要更多變化 就是太子酸辣醬之類等等 除了我們擠上這一些 就是一些Ketchup 蕃茄醬之外呢 它還可以在 喜歡重口味的科學 還可以再撒上一些 我們傳統油炸類在用的什麼呢? 胡椒液 可以再撒上一些你喜歡的胡椒液 那當然啦本身熱狗的一個麵液 帶有些許的一個甜度 那可能搭配一些醬料 其實是最搭的啦 那胡椒液呢 你可能只是說 再去提供另外一種風味的一個加強而已 OK 我們剛才講到這邊呢 我們再去整個統整一下 就是說這個黃金米熱狗呢 它需要一個很重要的四個一個元素 那這個四個元素呢 我們請老師再跟我們複習一下 四個元素就是 主要就是我們的 熱狗 它的主體就是熱狗 然後再來就是外蘸粉 麵液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外蘸的那個配料 就是麵包靴的鮮 然後再來就是 你油炸好之後的醬 或者是風味粉這樣子 OK 那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為什麼這次要用酵母去做 這個產品的呈現呢? 那可不可以請老師跟我們稍微分析一下 你用酵母去做發酵完之後的這個麵包 應用在這個商品上面 它的特色比較好 傳統的麵糊跟我們發酵麵糊的特色差異就是在於說 麵糊的濃稠度 我們傳統的它就是麵糊比較稠一點 但是我們在沾果熱狗的時候它黏性比較高 可能會比較不好斷這樣子 那我們發酵的部分它就是 黏度我們就是會依我們加水量會有異動 所以就是我們它在沾果的時候 它會比較好捲也會比較好斷 但是相對的我們如果加的水量比較高的話 它就是沾果麵糊的那種麵糊也會相對也會比較少 所以你吃到那個麵糊的組織口感也會相對會比較少 這個很重要的就是說你看我們整個一個製程 再來看看就是說我們那個操作點 傳統的熱狗它可能那個 因為它畢竟所謂的小麥粉的比例會比較高 它本身它的黏性也會比較高一點點的形形底下 其實你在裹的時候我們一定可以看得到 麵糊條丸都會順著這個鍋的旁邊 在那邊做一個捲曲的動作 它的口感其實是比較純實有嚼勁的一個東西 但是這是以傳統的一個熱狗 放久了可能那個皮還會比較硬一點點 但是這一隻的把它麵糊 或者是說有點接近麵糰的感覺的商品去把它做發酵 那你一定要很特別要注意到就是說 它的體積是要膨脹到多少的時候會比較適當嗎 大概我們如果以一公斤的玉瓣粉去製作的話 大概會就是要膨大到它的1.5到5倍 記得不要再過度發酵了 如果還沒有使用的時候記得還是要丟那個產品 那如果發完的時候那就很棒了 取一定的你適當的量然後來去做操作 那發酵碗的一個麵糰 我們又不希望是說它太成團狀 所以說水量呢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調節的重點 我們甜意這邊呢已經幫各位把配方都已經設定好了 我們是1公斤的粉 我們是加600到650cc的一個650克的一個水量 那當然會建議你從比較標準的一個水量先試起 你去看看它整個一個沾過起來之後 下鍋油炸的那種斷面的這個組織的這種感覺 那你就會知道就是說 欸我必須配合我的一個操作性 還有我炸出來的一個熱斗的一個整體的一個感覺 你就可以說確定一下說 我應該是加多少的水量比較適合 請老師再跟我們分享一下就是說 好像畢竟它是屬於炸一個面衣麵在外面 油炸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到什麼 我們會建議客戶用中低油溫去油炸 然後不建議太高油溫 就是中低油溫大概是設定在140到150度之間這樣子 將裡面有中的水分然後慢慢將它冰出來 對 你才能炸出外面有酥脆的口感 然後裡面鬆軟的帶有一點嚼勁的口感這樣子 還是要還是要很特別提醒客戶喔 炸熱狗並畢竟不像所謂炸雞類的 但是屬於高油溫油炸的 你溫度太高可能外殼你覺得已經炸起來 成品是完全是OK的 可是內在麵糊的含水率還是比較高 那會有兩個問題產生 第一個 你太早時間溫度太高炸出來 你的外殼的酥脆感其實會比較差 放比較久之後可能就會軟軟的沒有那麼酥脆 再加上就是說我們在食用者在吃的時候 你會覺得裡面好像有點甚至有點不熟的感覺 這個都不是我們所想要的 我們自己做實驗的時候 好像用大鍋去炸這個東西效果都不好 對 那我們還是要建議用什麼來炸 那我還是會建議用熱狗雞這樣子 OK那我們來這邊看一下囉 熱狗雞的話這台是標準的嘛 標準的一個熱狗雞 它這個是可以拿起來 我們就拿起來看一下 意思就是說 等一下把那個竹籤是不是裹完的時候呢 就是直接可以套在上面了 對 它就可以直接卡上去 對 因為你一定是要這種直立式的一個油炸方式 你的一個麵糊呢 因為你現在整個是一個油鍋嘛對不對 你直立式的話 它你碰到那個高溫的一個油的時候 其實麵液已經短時間已經開始被定型了 那你的整個一個熱狗的一個造型呢 就很完整 因為它是完全被浸泡在所謂的油鍋裡面 讓它固定住了 那你如果是說用大的一個油鍋下去炸的時候 欸 我們可能會發生一個情形就是說 哇 我們放到這個油鍋的時候 它的受熱面是不平均的 因為油會浮起來 等於是說一面有炸到 一面又沒炸到 你還要再特別去壓它 那如果就是說 你還是喜歡用傳統的先試試看的話 你會發現那個受熱面不均勻 可能它的產氣會出現一點問題 那這不是很好嗎 可能就是說 好像有一些比較白 還有一些會龜裂的現象對不對 這個都是不是很標準的 那種田意呢 已經都幫各位去做一個測試過了 用對的一個機器去做呢 那你可以看見 看得出來它呈現的一個感覺 是很棒的 而且它炸出來的熱狗呢 它就會很飽滿 好像就是說我們這個商品 跟我們其他的田意的浴瓣粉有些不同 它好像有附給我們操作者 它的一個酵母量 那請老師跟我們介紹一下 操作上應該是怎麼做 會比較正確呢 操作上就是我們會將 我們的一千顆的浴瓣粉 先給我們的十顆酵母粉 去做浴混的動作 然後再來就是 將我們的水 六百到六百五十顆 然後再加到我們的浴瓣粉裡面 然後去做攪拌均勻的動作 對 然後這個粉水裡就是 一比零點六到零點六這樣子 這邊啊 這特別跟我們的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說 因為會隨著客戶 因為我們的營業用的一個規格 是六公斤一包 那等於會有六十顆的酵母 我們酵母不會再去進行分裝了 提醒一下我們的客戶 當你收到我們配給你的酵母的時候 雖然這個是所謂的一個快速的一個乾酵母 那你記得當你收到還是要送到冷藏庫 送到冷藏庫 避免溫度太高 因為畢竟台灣夏天的溫度太高 你如果酵母它噴到水氣、噴到糖 適合它產氣發酵的時候 提醒它是有作用的 或者就是說你溫度太高 酵母的活性已經被壓抑住了 到時候再加進了 同樣的一個量 你可能發生效果也不好 這個是一定要特別注意到 所以說我們這個酵母呢 就不額外再添加到粉裡面去了 最後 產品的一個保存啊 除了酵母去做冷藏庫之外呢 那你記得啊 這個粉 還是要盡量放置在陰涼處 最後發酵的話 可能 一般 都沒有發酵香 對 台灣真的是一個寶島 我們的溫度還蠻適合呢 可以用草紋發酵就可以了 對 那它在發酵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到的 如果就是說溫度太高 或者太低的時候 溫度太高的話 就是你發酵時間就是會縮的 對 然後溫度如果太多的話 你怕你的麵糊發不起來的話 你可以找一下你的烤箱 或者是微波爐 裡面放在那邊 或是水 然後再把你的麵糊 調整好的麵糊放在裡面 然後把你的微波爐 或烤箱的門關起來這樣子 讓它有一點溫度 在裡面去做一個發酵的動作 假設是說你沒有這些設備的話 其實也很簡單 一般我們可能在這些做生意的 它可能會選在它炸鍋 或者是有熱源的地方 放在那邊 只要像我們的活性在 搭配我們整個這樣子的使用上 我就沒有太大的問題了 OK 那我們今天呢 就先跟各位講解到這邊 那至於是說黃金米熱狗 它又要不要是說不要發酵的 那這個我們下次呢 再跟我們客戶去做推薦 也一定會有 各位請放心 各位請放心 那我們今天呢 先把這一款 目前當下最流行的一個商品 介紹給我們的客戶囉